台北市的地保豪宅旁边呢 本来说是不是要盖社会住宅 引发了轩然大波啊 杂音很大 结果现在呢 上任两个月的司法院长赖浩敏 看中了空总的这个用地 想说来盖新的司法院 还说你看国外都有例子啊 司法院盖的美轮美奂的 还可以人家去拍电影变场景 很多人要来参观的 重点是你要学人家的房子 盖得漂亮这个容易 要让大家相信司法在先吧 空军总部这一块地 紧邻豪宅地保地段相当的好 不只台北市长郝龙斌 看中他想把他盖成社会住宅 现在就连司法院院长赖浩敏 也想把新的司法院地址选在这边 现有司法院1934年完工 出自日本建筑师锦首勋作品 属于国定古迹 但四楼却是大违建 文件会要拆 这让赖浩敏像中地保旁的空总用地 表示要盖新的司法大楼 保证比地保更吸睛 好像不怎么好 先就跟总统都在一起了 事实上都通过地方要规划了 这边应该是整个在一起会比较 不好 为什么 这个地方是 有的时候干了个什么 找什么社区支持 社区助产 新司法院车评地保 民众不以为然 其实赖浩敏认为应该建立千秋万事的 司法硬体建筑 在国外有潜力可循 法国巴黎司法院外观金碧辉煌 还成了电影拍摄场景 美国司法院壮阔外观 让人有不可侵犯的感觉 只是上任才两个月 司法公信都还没建立呢 完全是一个仇用事 不涂抹整个司法制度 如何让人民信赖司法 立委曼帆天认为司法改革才应该是重点 赖浩敏要在地保旁盖司法中枢 难免让人感觉本末倒置 中天新闻黄明君身又好 台北报道